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大量的中粉 所以呢 如果套用一个我们熟悉的说法来定义布朗沃斯的身份 那基本可以说他就是美国版的最火中学历史教师 布朗沃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中世纪历史三部曲》 《维京传奇》《诺曼风云》《拜占庭帝国》 三本书都登上了美国各大畅销书榜单 《拜占庭帝国》和《维京传奇》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在《维京传奇》的结尾我们交代了 《维京时代》虽然结束了 但维京人对欧洲历史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终结 反而他们的后裔还会续写新的传奇 这就是《诺曼风云》的内容 下面我们就来讲这本《诺曼风云》 和上本书一样 我们也需要先来介绍一下诺曼人 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可能都听过欧洲有一个著名的地方 叫诺曼底 在法国西北跟英国各海相望 当年二战的时候 盟军在这里登陆 这个地名的由来就要追溯到诺曼人 公元885年 《维京人》中的一只占据这里 由于他们来自北方 法国人就叫他们诺曼人 这个词呢 就相当于是英语里的Northman 北方人 法国国王拿他们没辙 后来干脆就把这块地盘封给他们 来换取和平 他们的首领罗洛 就成了第一代诺曼公爵 这块地方呢 也就被叫做诺曼底 意思就是诺曼人之地 而这些北方人安顿下来之后 通过文化和血统上 与当地的融合 变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就叫诺曼人 而当时有的欧洲国家呀 也把来自北欧的维京人 叫做诺曼人 所以维京和诺曼这两个概念经常混用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分野 诺曼人后来征服了英国 彻底改变了英国文化 并且直到现在 英国王室的血统还可以追溯到当年的诺曼征服者 他们还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建立了诺曼王朝 这个王朝的国王后来还当过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德国的前身 当过这个帝国的皇帝 而且在数次十字军东征当中 都有过非常抢眼的表现 此外 他们在军事经济科技领域都很有建树 所以说呢 诺曼人的历史是欧洲历史里非常重要的一章 也是了解欧洲历史 欧洲文化不可不知的一刻 下面我们就进入本书 一起来看看诺曼人的故事 我们主要讲三个故事 分别是 一 西西里诺曼王朝的故事 二 征服英国的故事 三 十字军的故事 九世纪末在诺曼底安顿下来之后 诺曼人祖传的海盗手艺就割下了 改过定居生活 生活一安定 人口增多 特别是贵族子弟也多起来 这样呢 诺曼底的地盘就不够用了 这些诺曼人还挺守信用的 当年他们从法国国王那里 接受这块领地的时候 曾经发誓 永远不再抢掠法国 那现在怎么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呢 一些年轻的诺曼武士 就出海自谋生路 去了地中海 当时地中海的局势 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 占领了西班牙 拜占庭帝国占领了 意大利南部 双方正在争夺西西里岛 打得正热闹 这下这些诺曼武士 有了用武之地 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是来自诺曼贵族家庭 奥特维尔家族的 铁壁威廉 他在争夺西西里重镇 希拉库萨的战役当中 率领300名诺曼骑士 打败了之前所向无敌的摩尔骑兵 把摩尔人的埃米尔 也就是总督都给当场打死了 一战成名 后来铁壁威廉又跟我们上一本书中提到的 当时还在为拜占庭效力的无情者哈拉尔联手 帮助拜占庭帝国征服了西西里 但是后来呢 拜占庭没有给铁壁威廉应得的奖赏 他一怒之下跟拜占庭反目 不但占据西西里 还占领了意大利南部附属的阿普利亚地区 自称阿普利亚公爵 同时罗马教皇由于担心拜占庭的势力在意大利扩张 也想借助威廉来制衡拜占庭 于是就承认了他的公爵封号 拜占庭当然是不肯承认的了 又继续和威廉打 威廉留在诺曼迪老家的兄弟们听说了 纷纷赶来给大哥帮忙 这些兄弟们在威廉死后 又揭茬跟拜占庭对抗 也和罗马教皇打过仗 最终威廉的义姆蒂 罗伯特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 这个罗伯特呀 为人比较无赖 经常纵火 然后还向受害者索要灭火费 而被老百姓起了个绰号 叫吉斯卡尔 意思就是狡猾者 后来呢 吉斯卡尔就取代了他的本名 称为了他为人熟知的称号 后来吉斯卡尔当上阿普利亚公爵 一度让罗马教皇都听命于他 还东征过拜占庭帝国 俘虏了大批拜占庭的丝绸工人 我们都知道 欧洲原本没有残 因此丝绸都要从中国进口 造就了丝绸之路 后来拜占庭人设法从中国弄到了残种 于是建立起自己的丝绸产业 诺曼人抓获拜占庭丝绸工人和桑农之后 把他们带回意大利 从此丝绸成为意大利的经济支柱之一 正是在吉斯卡尔东套西法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西西里诺曼王朝 关于这个王朝更多的故事 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下面我们要去看看 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件诺曼人的大事 征服英国 这件事要想说清楚 又得从头说起 我们在前一本书《维京传奇》里讲过 公元994年丹麦王八字胡斯维恩入侵英国 前后历史19年 终于在1013年征服英国自称国王 那原来的英国国王哪儿去了呢 就流亡到了诺曼底 投奔了他的岳父诺曼底公爵 从那以后 他们这一家子人就住在诺曼底 后来这位英王死了 他的一个儿子爱德华继续留在诺曼底 处在诺曼人的庇护之下 再后来呢 丹麦人建立的统治英国的北海大帝国瓦解了 英国人就又把作为原来王室后裔的爱德华 从诺曼底接回来 拥立他为国王 这个爱德华由于信仰特别虔诚 所以号称忏悔者爱德华 诺曼人觉得这个爱德华从小在我们这儿长大呀 吃我们的 助我们的 现在当上英国国王 那就应该是我们的傀儡 特别是爱德华的表兄弟 当时的诺曼公爵威廉 他就盘算着在爱德华死后自己接班当英国国王 爱德华没有儿子 这个事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惦记他王位的人很多 包括了爱德华的大舅哥哈罗德 这个哈罗德还有一次出海遭遇海难 漂到诺曼底 是威廉救了他 当时威廉就让他发誓 在爱德华死后帮助自己当上英国国王 哈罗德也答应了 但是后来呢 爱德华死后 哈罗德变卦了 他自己夺取了王位 还放逐了自己的亲弟弟 弟弟就跑到挪威求助 这就引发了我们上一本书当中讲到的 挪威王无情者哈拉尔入侵英格兰 在1066年9月25号的斯坦福桥战役当中 哈罗德率领英军打败挪威人 无情者战死 维京时代也就此终结 我们上一本书就讲到这里 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呢 海峡那边的诺曼底 威廉也不干了 说这个哈罗德背心弃异 我得去收拾他 于是他就率领一万诺曼精兵 外加两千从法国和意大利招募的雇佣军 渡海西征英格兰 1066年9月29号 威廉的军队在英格兰南海岸登陆 这时候哈罗德率领的英军 刚在北边打败挪威人 虽然赢了 但是自己也是元气大伤 又急急忙忙赶回来 早已经是精疲力尽 没有战斗力了 这年的10月14号 双方在黑斯廷斯展开决战 威廉人多呀 又是一一代劳 这仗没什么悬念 英军大败 哈罗德跟不久前 被他们打败的无情者哈拉尔一样 在战斗中中见身亡 威廉大获全胜 随后成为新的英国国王 史称征服王威廉 英国也由此进入了诺曼征服时期 黑斯廷斯战役 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性事件 它标志着诺曼王朝的创立 并且这个王朝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虽然之前英国历史上也经历过很多次王朝星体 但是这回不一样 因为之前不论是 昂格鲁 萨克逊人 还是梅京人 他们在欧洲文化中都属于比较边缘化的 甚至可以说是蛮族 但是诺曼人经过在诺曼底生活了一个多世纪 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已经高度法国化了 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西欧最先进的文化 就这样 英国文化也开始和法国文化融合 以前处在边缘地带的英国 逐渐进入了欧洲主流的圈子 今天英语里很多单词来自法语 这就是诺曼征服带来的印象 另外 诺曼王朝之后 虽然英国又经历过好多次的改朝换代 但是王室的血统呢 始终是跟前一个朝代有联系的 包括今天的英国女王 她的血管里也流着征服王威廉的血 其实威廉征服英国赢得很侥幸 可以说是赶上了一个时间差 正好赶上哈罗德 刚刚大战哈拉尔还没有修正过来 如果他早来几个月 那样哈罗德就会全力对付他 谁胜谁败 还真是不好说 而那样的话 也会变成无情者哈拉尔坐手遇礼 英国将再次被维京人征服 并且再次被维京化 那样的话 说不定到今天的世界格局 都会是另一个样子 另外诺曼征服之后 一些秉承昂格鲁萨克逊文化 和维京文化的英国武士 因为讨厌法国文化 离开英国 他们中很多人去拜占庭 加入了瓦兰籍卫队 瓦兰籍卫队主要是由 维京血统的武士构成 这在我们上一本书里也介绍过 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英国的上层社会说法语 而原本说维京人语言的 瓦兰籍卫队里 越来越多的人说英语 后来这些英国化的瓦兰籍卫队 在跟他们同宗的 西西里诺曼人作战时 毫不留情把他们当成仇人 再说征服王威廉 他本是个私生子 自有缺乏母爱 发育不了 妻子呢 又是诸如 只有一米二八 所以威廉的后代 虽然众多 但没有一个身心健康的 后来 这个家族又经历过内部斗争 最后没有男性继承人 只能由女王和法国安如伯爵生的儿子 来继承王位 诺曼王朝 也就被金雀花王朝取代了 这个王朝的故事就更传奇了 我们以前讲过一本书 名字就叫做金雀花王朝 现在结合着本书交代的 这部分前情提要 你就能把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历史打通 从而对英国历史脉络 有个更全面立体的认识了 好 这就是关于诺曼人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故事 也是诺曼人对当今世界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故事 征服英国 不过 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 西西里诺曼王朝的故事 还没有讲完 接下来 这两部分的故事将会合成一条新的主线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故事 十字军的故事 我们前边说到的那位阿普利亚公爵 狡猾者基斯坎尔 正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忽然得病死了 他的弟弟罗杰继承了他的事业 征服了西西里的 而基斯坎尔的亲儿子 薄西蒙德 就只分到了意大利南部 塔兰托的一小块地盘 想跟叔叔争地盘又打不过 正郁闷的时候 1095年 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 号召欧洲人组成十字军去东征 收复圣城耶路撒冷 薄西蒙德就带领人马参加了十字军 构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四大主力之一 另外 征服王威廉的儿子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 因为继承权的问题跟威廉闹翻了 也参加了十字军 他们都在十字军东征中立下战功 特别是薄西蒙德 堪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他创建了四个十字军国家之一的安条克公国 这个国家存在了将近两百年 不过 薄西蒙德本人后来一次被突厥人俘虏了 他的侄子花重金把他赎回来 为了表示感谢 他就把安条克公爵的位置让给侄子 自己回了欧洲 由于所谓十字军英雄的光环 薄西蒙德周游欧洲 走到哪儿都被热烈欢迎 还当上了法国国王的女婿 由于早年跟随他父亲攻打过拜占庭 见识过军事坦丁堡的附属 所以呢 薄西蒙德后半辈子一直念念不忘 想征服拜占庭 可惜他没能如愿 几次入侵都被打败了 后来郁郁而终 在十字军东征的同时 薄西蒙德的叔叔罗杰 也彻底征服了西西里岛 从此 罗杰的后代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 薄西蒙德的后代呢 统治安条克周围的叙利亚北部地区 地中海的诺曼人政权 于是成为拜占庭皇帝 神圣罗马皇帝 罗马教皇 阿拉伯哈里发 共同的信服大欢 罗杰的继承人 罗杰二世 薄削多彩 文武双全 不但一再打退教皇和德国军队的入侵 迫使教皇册封自己为两西西里国王 还占领了马尔他和几座北非城镇 罗杰二世把主要经历用于内政 使西西里首府巴勒墨成为仅次于军事坦丁堡 和西班牙科尔多巴的欧洲第三大城市 他收揽了许多穆斯林人才 鼓励学术研究 编写了百科全书《罗杰之书》 记载了许多科技成果 还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罗杰二世表面上是天主教徒 其实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罗马教廷对此很不满 称他为受洗的苏丹 罗杰二世死后 罗马教皇召来拜占庭人 一度攻取了意大利南部 但很快又被诺曼人赶走 然而诺曼人在地中海 毕竟是一个外来户 人手有限 他们的摊子摊得太大 不可避免的 就把自己的力量贪薄了 罗杰二世为了制衡罗马教皇 跟同样反教皇的德国皇帝 红胡子斐特列联姻 这表面上使诺曼人 得到了一个外部强缘 而实际上却导致 罗杰二世的后代 卷进了德国事务 进一步消耗了他们的元气 后来身兼诺曼和德国 两家王室血统的斐特列二世 当上神圣罗马皇帝 标志着诺曼势力 达到顶峰 斐特列二世跟他的外祖父 罗杰二世同样博学多才 也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 不过正是他领导了最文明 也最成功的一次 十字军东征 1228年 他带了一小支部队 在巴勒斯坦登陆 利用流利的阿拉伯语 和历史文化知识 说服当时控制 耶路撒冷的埃及苏丹 把耶路撒冷和平地交给基督徒 条件是 他保证穆斯林能不受阻拦 并且免税地来耶路撒冷朝近 大家和平共处 这是两百多年血雨 兴风的十字军运动史上 难得的和谐的一页 不过由于 菲特列二世跟教皇交恶 教廷不承认他的攻击 还说他出征前 没有得到教廷许可 号召全欧洲一起打他 但教皇组织的军队 被菲特列二世击退 1241年 菲特列二世还攻入教皇的领地 教皇连气带病 不久就去世了 新任教皇 害怕菲特列二世打过来 不得不离开罗马 夺到法国里昂 利用法国和意大利 北部城邦的力量 来对抗菲特列二世 对手太多 菲特列二世终于招架不住 加上他的儿子也不省心 老是惦记着提前接班取代他 内外交困中 1250年 菲特列二世去世了 教皇和他支持的法国人 趁虚而入 1266年 法军攻占西西里首都巴勒墨 杀害了包括菲特列二世子孙 在内的所有诺曼贵族 在法国军队的掠夺下 西西里迅速从欧洲 最富裕最文明的地区 沦为最贫困的地区 后世的西西里人 力图驱逐法国占领军 但缺少了诺曼贵族的领导 他们群龙无首 只能采取不对称战争方式来抵抗 最终 这些抵抗者的后代 演变成了西西里黑手党 而诺曼人在地中海的另一支 也就是薄熙蒙德建立的安条克公国 也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1260年 蒙古发起的第三次西征 达到了叙利亚 由于这次西征的蒙古贵族当中 有很多是信奉基督教的 所以安条克等几个十字军建立的国家 觉得救星来了 纷纷向蒙古人表示臣服 不过蒙古大军在准备进攻埃及的时候 被埃及马姆鲁克王朝打败 挡在了非洲之外 而这时呢 传来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钓鱼城战死的消息 蒙古西征军的统帅旭列悟 也就是蒙哥和忽贝列的弟弟 赶回去试图争夺大汗的位置 第三次蒙古西征 就此结束了 之后 马姆鲁克王朝秋后算账 全力攻打曾经支持蒙古的十字军国家 1268年灭亡了安条克公国 历时将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运动 就此终结 同时这也标志着诺曼人的势力 淡出了地中海世界 好了 关于诺曼人的三个故事 我们就都讲完了 从中我们了解到了 欧洲中世纪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诺曼人的故事 他们曾经征服英国 称霸地中海 重创败战亭 还作为主力参加过两次十字军东征 并且历次的十字军东征中 只有这两次 是欧洲人成功得到了耶路撒冷 此外 他们还在科学 军事文化上 对后世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今天的英国王室 到西西里黑手岛 都可以追溯到诺曼人 那除了这些历史事件本身 我们从这本书中 还能看到些什么呢 我想这是一个重新自我定位 实现成功转型的故事 诺曼人作为洗手上岸的海盗后裔 以积极开放的心态 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融入主流 又博彩众长 同时保持自己军事方面的传统优势 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就像本书的副标题说的 诺曼人的故事 是从蛮族到王族的三个世纪 从维京传奇到诺曼风云 布朗沃斯的欧洲中世纪三部曲 到这里 我们就全都为你讲完了 这些故事离我们很远 或许让你觉得有一些距离感 但是从历史渊源上去探寻 这才是我们真正了解 欧洲和欧洲文化的必经之路 好 以上就是这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